darüber,把對抗的大小子蒙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淳 Eph 我從兩歲半開始學功了 功課十塊 其實像這樣的課我很快就懂了 嗨,大家好,我是全姨妈妈 其实我们从我的小孩才两岁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寻寻秘密 就是因为我是从大陆过来 那很多,其实两岸的环境相差的 其实还蛮大的 那我首先不想让孩子进入 从小就进入什么学前班啊 什么安亲班这些之类的 安亲班,它有一个幼儿的收 就是幼儿学前班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在楼上 我在楼下看它有一个监视器 我就会发现说孩子在上面玩 只是在爬来爬去玩那些玩具而已 那没有教什么东西 那我干嘛不带回来自己教 大概幼儿课上了一段时间 有一天全姨他下课 我们就带着孩子就要离开 他里面就有写公文 他就不走 他就拉着那个门把说 我要写公课 我说你现在还这么小 不要写 那个都是大孩子不要 他就哭啊 他哭我说 哎,傅老师怎么办 老师说那好 那我就来试试看吧 大概从两岁八个月就开始了 当他生活小的时候 就是入学的第一天 我们就是家长 孩子老师都会互相的认识了解 其实大家都会互相的聊天 都会说 哎,你的注音符号灰了没有 或者是说你的数字会写了没有 怎样 其实我觉得说 哎,我的都会了 他说你的怎么那么快 干嘛的 他们说 哎,我有写公文 他会说 啊,公文哦 我有听朋友讲 就是那种天天写天天写 那种填鸭式的 啊,你干嘛让你的小孩 去 这么辛苦 这么小就这么辛苦 说 孩子喜欢啊 孩子觉得很好 那我就觉得当然很好 我会这样子陪着他 你就会发现说 哎,他老师会常常说 他的转房 他的脑子的动 会比其他人灵活 嗯,对 那我觉得 学公文给孩子最大的 就是在学校 他非常有自信 妈妈知道 你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小孩 可是我知道 你自从写了公文 这样子长期训练 一个态度出来 当你就是在乱 在调皮的时候 只要妈妈我 送一本书给你 你可以很安静的 很快的 把那本书看完 还可以告诉我 这本书说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最我 让我最令 最令我感动的事 然后走 可以帮我 帮我 下次见 比较 比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